来关心欧美股消息了 美股方面9月非农就业报告 是美国下一个可能会影响到 联准会政策的重要经济数据 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 就预计将会增加14万个就业人数 失业率预计将会稳定在4.2% 而市场评估中东紧张的局势 同时等候美国重要就业数据出炉之际 美股主要指数多半的收黑 来看到的是美股中厂了 道琼指数下跌了184点 收在42011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6.6点 收在17918点 费权半导体指数上涨了26点 收在5125点 S&P500指数下跌了9点 收在5699点 而欧洲市场消息 中东的情势紧张 以色列报复行动 令欧股的投资人情绪不安 今天欧股是以小跌开出 而新公布的欧盟服务业PMI 是呈现下跌 创下了7个月来的新低 市场担忧经济疲软 加上德国综合PMI下跌到47.5 表现还落后于欧元区 欧央显然是有持续降息的压力 欧股闻讯之后是跌幅扩大 另外看到呢 英国的央行行长贝利 因为访问的时候谈到 可能在降息的时候呢 更加的激进 导致英镑对美元是瞬间暴跌了1.17% 来看到的是欧股中厂了 德国股市下跌149点 收到19,015点 法国股市下跌了99点 收在7,477点 难看到是美国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在2号的时候宣布 是完成规模超过66亿美元的 最新一轮的融资 估值是上看1570亿美元 综合外媒的报道呢 本轮的融资包含了微软 回答软银等科技巨头 也都参与其中 不过专家表示 66亿美元对于OpenAI来说 仍然是杯水车薪 缩减亏损才是当务之急 穆得66亿美元资金 使公司估值达到1570亿美元 OpenAI宣布已完成最新一轮融资 跻身全球前三大新创公司行列 此次融资除了微软和挥达外 软银也参与其中 只是曾经传出洽谈投资的苹果 最终却没有投资 不过对此专家表示并不意外 我认为苹果的态度很明显 它就是代商言商 因为刚才我说过 OpenAI在2024年的上半年 就已经亏损了40到50亿元 这么大比比的亏损 你要我苹果去投资这家公司 说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笔资金 虽然是最大的一个募资 但是就是飞水车薪 所以说对于OpenAI来讲 如何去缩减它的一个亏损 这才是当务之急 此外根据外媒报道 谷歌正在开发一种 模仿人类推理能力的AI软体 类似于OpenAI的O1模型 微软2号则是发布声明 称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投资43亿欧元 加强微软在意大利北部的 AI和云端基础设施 AI的竞争其实说白热化 现在言之过早 因为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 未来其实AI还有更大的空间 还有更大的市场要去发展 如何将所谓的云端到终端 加以结合去进行一个好的AI的使用环境 这个路其实还非常的长久 在AI的制造上面 台厂其实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根据专家观察 AI如今仍处于芳心慰爱的阶段 还有十年的好光景 值得大家期待 看好台厂在未来AI赛道上 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杨恒谢龙正台北采访报道 欧盟将在10月4号 针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是否加征45%的关税 来进行最终的投票 现在有重量级的人士就透露 这项的议案非常有可能通过 因为法国 希腊 意大利跟波兰 这四个国家将会投赞成票 决定中国电动车的市场 接下来的命运 抓紧就灵活的价格承诺方案 进行磋商 全力以赴争取 在中裁前就解决方案框架 达成共识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上个月才到欧盟总部磋商 成效如何 10月4号见真章 欧盟将进行最终投票 是否要对中国电动车 加征45%永久性进口关税 路透社更指出 四个重要成员国 法国 希腊 意大利跟波兰 将打算投下赞成票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公开论坛上炮火对上中美两国不尊重世贸组织规则认为有必要加征关税 不过德国官员跟汽车业界普遍反对 因为他们有三分之一的销售额都依赖中国 只是法西一波占了欧盟近四成人口 等于这项议案非常有可能通过 分析师点出这将让中国电车市场从出口转内销 对台湾供应链来说在哪设厂将成为关键 是在中国当地有设厂的一些供应链的话 它会被降低它的供应价格 所以说它的毛利可能会进一步的被压缩 在台湾的设厂的这些汽车领主件厂商来讲的话 甚至会被欧洲或者是美国的车厂要求到 当地去设厂来符合他们的一个供料的一个需求 几家中国车器在港股表现率先反应 魏小李集体走低 比亚迪跟领跑则小幅震荡 不过专家认为如果加征关税真的通过 欧盟还是会继续跟中国谈判提出附加建议 尽可能让影响降到最低 谢谢高兴熟悉这种报道 中国近日是连日祭出了抢救经济的组合权 让A股是迎来了大涨行情 股市创高性的不少投资人是抢着开户 即使中国正值11廉价 还是有许多的券商宣布不打烊 要来加班的办理开户 只是在中国股市修饰的期间 中东的局势升温 A股下周开盘不排除会出现补跌 而专家也提醒留意市场的反转 因为许多的大股东 在行情大好的时候是趁机到货 小朋友开心的比业与玩偶合影留念 中国连续7天的11长假 不少爸爸妈妈带着一家大小 出门踏青刺激消费 花钱的同时也不忘赚钱 眼看中国祭出多项经济措施 股市大涨 很多人就算放假也要先来到券商开户 希望能跟上这波行情 中国力多启发炒热市场气氛 新手投资人进场意愿强烈 因此就算廉价期间 也有60家中国券商宣布不打烊 赶着加班处理预开户及审核 甚至直言近几天开户数就超过20万户 券商说新开户投资人以年轻族群为主 像是2000年后许温度大增 也有不少1985年后的人因为忘记密码 想另开新户赶紧入市 股民们等着廉价结束进场交易 只是在中国股市修市期间 国际股市受到中东局势影响下跌 10月8号A股开市不排除补跌 也有可能出现接盘侠 但专家提醒许多大股东趁行情大好到货 提醒散户要小心备割韭菜 时刻留意市场风险 记者黄友柔 颜莲凯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是港股呢 受到了中国寄出宽松政策的刺激之后 连续一周是疯狂的飙涨 但是呢 在昨天3号的早盘 是出现了回档修正 一度下跌了将近千点 五盘过后呢 跌势收链 但是中场还是下跌超过330点 最后是收在22113点 专家分析呢 港股大涨小回 认为资金行情还没有结束 但是陆港股的后市都还是要留意 PMI跟CPI等经济的数据 才能判断基本面是否出现好转 在经历了昨天的大涨之后 港股今日大肆回调 恒生科技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7%至4793.69点 恒指跌超4%至21478点 券商和地产股纷纷跳水大跌 近期港股投资人心情 真的是大喜三温暖 历经连日飙涨之后 周四早盘修正一度回吐近千点 最低来到21442点 五盘过后V转回升至平盘附近 但是中场仍不敌获利了结的卖压 下跌1.47% 跌点330点 售在22113点 其中地产股显著回调 融创中国 世贸集团跌幅超过20% 绿地香港重挫近三成 科技股京东与百度跌幅 5%到7%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港股近期涨速过快 过大 部分大盘股如腾讯 小米等估值水平 已经接近美股相应的蓝筹股 可能引发外资的担心 摩根大通称 当前中资地产股估值水平 已经反映了与恒大危机爆发之前相当的经营环境 这不合理 假期由外资主导的港股市场可能阶段性回归理性 国内专家分析 港股短线急涨属于正常的涨度修正 判断大水漫灌的资金行情未完 也勇望带动台股中概股 以及相关ETF的表现 我们认为说这个资金行情应该还是有机会 持续在 鹿港股这个地方做发酵 也带动了台湾的这部分的中概 原物料类股 KY的族群 这个地方有机会 在第四季与陆军站 可能经济的部分还没有办法跟上来 可是股市的部分会先领先上来 台股的行情应该比较偏向 就是说可能守在季线以上 现在季线在22,900点附近 台股方面迎接光辉十月 专家预估以往第四季 平均涨幅都有4%以上 高跌点落在22,000点到23,350点附近 向行整理 往后超级财报周 台积电法说 以及资金外溢效果 都有机会继续推升行情 但是要留意外资期货空单偏多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温等 都可能左右接下来的股市表现 记者周田丽玲秋强综合报道 来看到是韩国科技大厂 三星表示 为了要改善营运的效率 将对亚洲地区来进行裁员 人员数最多达到30% 外媒推估恐怕会影响到市场上 大约10%的人力 而由于晶片制造业的竞争激烈 三星在晶圆代工业务上面 先进制成始终面临着 粮率太低 生产低效率 就连韩国IC企业也都不停 纷纷的转单 转给了台积电 而新宇航空即将在10月25号 转一般版上市 而配合上市前办理的增资发行新股 即将在今天是办理竞价拍卖 最低投标的价格是每股17.39元 另外台湾虎航今年是迎来了开航10周年 希望在年底前转上市 目前董事会是已经通过了 现金增资的计划 占定每股以47元溢价发行新股 新宇航空距离10月25号的挂牌上市 进入倒数季时 除了新股抽签是以每股占定20元的方式 开始申购外 同时也以竞价拍卖方式办理成销 顶价定为每股17.39元 总共319600张 将在10月4号正式展开 新宇在新贵的流动性也不算太差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能我直接在新贵就买了 那当然比较这个资金规模比较庞大的 也看好这个新宇后市的发展 当然就有可能去做这个竞标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竞标价格出来的均价 可能就是后面整个新宇挂牌价的这个参考 新宇航空定位为精品航空公司 疫情后就有亏转营 今年前8月的营收数字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表现 不过接下来资本市场还有航空新兵 台湾武航开航10周年 不止10月会在高雄加开新航线 还要立拼年底前转至一般版上市 目前战地以每股47元溢价发起新股 整个这个中国景气跟整个美国经济状况 如果有比较明显这个复苏的这个迹象的话 当然中国这里对货运的需求会拉升 那美国对整个航空货运的需求 也有可能来做拉升 这个是后面在第四季要观察 另外在中国官方寄出多项措施刺激消费下 市场预期国内航空双雄 华航长龙航货运有机会 因为中国消费提升而有所受惠 今年第四季在货量和价格上 都有机会超越去年同期 记者副一文万金凌阳台北 前面报道